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子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一定做噩梦了吧 没有啊 没有这么不高兴啊 昨天特高科的小村客长来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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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们在洪喜顺那天 有没有离开过过 做的就这噩梦啊 做的就这噩梦啊 不是噩梦 是真的 不是噩梦 是真的 你怎么做的 我说没有 还是梦话吧 今天来巧了 我有非常好的绿茶 什么茶 什么茶 绿茶呀 那是绿茶 走走走走走 曹三 嗯 你知道我喜欢你吧 不会吧 他们都挺喜欢你的 你和我呆长了 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我不管你是谁 你就是七大姑我也喜欢 你和心仪去放风筝 就碰到了几个日本浪人 他们没伤着你吧 我倒没什么 马姐为了保护心仪 被他们打伤了 要不是小岛的人在 现在真的不能出门了 谁说不能出门的 咱们就去看看他们 敢怎么样 好啊 我昨天在瑶柳琪 买了几个风筝 我好想放风筝的 谁能跟你们俩比啊 我不敢去 我们又不是去是非之地 我们去远宴放不就行了吗 是吧 小岛局长 嗯 操操 你看 夏子小姐情绪这么高张 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嗯 那行 跟你们俩走 我怕什么呀 那我们出发吧 去哪儿呢 听你的 远地儿 那 那咱们去济县吧 鱼桥水库山景水秀的 我跟心仪去那儿放过风筝 关键是那儿的五香豆腐丝 特别好吃啊 走吧 操桑这朋友啊 到哪儿都离不开吃 真缠嘴 那当然了 借叫嘛 借叫口福 懂吗 走吧 走 走 走了走了 谭姐 这都是什么呀 这倒是揭露那天阴谋的宣传片 好 你们这都写好了 是啊 市里几个学校的学生要去生院 咱们也不能输给这些年轻人哪 这不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传单 一起去造造生事 好 这样好 来 曹花里出发了 赵刚刚准备好了吗 多安排好了 曹花里能到我 他答应的事就一转个半档 那就好 来 给根据弟发报 明天我就带欣宇去跟据弟 他同意了 嗯 你可真有本事啊 不是我有本事 是这世道太乱了 时间很紧张 我老爷想尽量正去早一点到根据弟 改进炮弹射程 傍晚之前赶到火车站去自首 制止那天杀人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就没有时间再去杀忠爷了 可为了救一个赢得八路军战士的性命 我老爷心想 报私仇的事 也只能先放一放 曹操 那我们是来玩的 别开那么快嘛 开慢点啊 要不我们来猜个语吧 先说好了 谁输了谁请客 那完了 我肯定输了 你以为呢 就这意思啊 杜宋将军 田津城快到了 来 来 来 去这儿 看不少人哪 来 坐坐坐 太好玩了 坐坐坐坐 坐吧 坐吧 这什么名菜 小天长也会 红宝鸡丁火锅腰花也成名菜了 再来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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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行了 您想要吃啊 这一双五仔 我们都可以给您准备 除了人脑 我们都有 行了 行了 老板 每个菜来一份吧 好的 另外你把那个五香豆腐丝 再加工一下 多搁点香菇香油 再搁点香菜 好嘞 有好酒吗 就横水老外干 其实就是太辣了 我吃的有酒 我去拿吧 好 小心点 别动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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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动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这 怎么 你 我们可就白忙活了 赵刚啊 慢点呗 好嘞 老师年纪大了 知道了 小李啊 小岛和那个夏子 关好了吗 放心吧 统治们正分头 从他们身上 既有事呢 大哥 你的中间 有好几顿饭呢 别饿着他们 您放心 都交代好了 大家小心啊 快到盘山鬼子上墙了 我们啊 赶快换一套衣服吧 来 我这好 好不容易穿一套军装 我 我穿这军官服 那也行 李长长 你跟曹先生换一下 老师 您说您这斤斤计较的毛病 你这习惯怎么还不改 斤斤计较就是精打细算 这军官服 行 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还有胡子 还点胡子 对 这挺像嘛 良心的坏了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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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着 那儿 那你们开个假吧 快乖 您快坐 您快坐 你先喝口水啊 兄弟们 明天下午五点钟打烊 大伙就在这儿等着 等人马来起来之后 咱们一起见诚子 好不好 瞧这家事 明天来的人可不少啊 什么叫不少啊 全天津人都来了 都来啊 更是 舍了 民饭了 你和老五枪发号 明天就在这儿等着 只要小鬼子宣布杀人 你们俩就开枪 好嘞 没问题 保证你枪一种 老七干嘛 我们明天 只要等着小九他们枪一响 你们就在这儿惊 剩下的弟兄们 只要小九枪一响 你们就四处放枪 脚子越热闹也好 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 千万别接生子弹 脚子越热闹 大家才好放手 嗯 知道了 停车 曹先生 您得下去啊 我 我要下去什么呀 不是厂长下去吗 您现在穿的 是日本军官服啊 对啊 老师 刚才你非得要换 日本军官服 你们下去谁下去啊 我说什么呀 您就说 我们给同步大作送文件的 对啊 老师 你会日语 没事 别紧张 这是意想穿的这个 对对对 我日语 挺香的 挺香 挺香 来 哎呸 今天就一直都是 我们去腐业 咱们再说 我心里没有 行有几个人 你还是睡得到 Romo 老 jan 把这都打开了 稍微注意了 正 aquí 快点 space 你们什么时候 回探亲 我们安装电缆的干活 广场电力不足 灯泡 灯泡不亮 安完之后 亮亮的干活 泰军 执勤 亮亮的干活 把这干好了 明天咱们给他来个声东机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请 老师 我们这儿的情况也就这样 您多担待 请 抓紧时间吃 吃完干活 好 好 就这个呀 你们光吃稀的呀 是啊 老师 曹先生 你放心 你女儿来了以后 我保证梅州 两次细粮 建一次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们吃这个也还能打仗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报告科长 藏华里夏子 小岛局长 今天早上出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 有咱们的人吗 下次不让咱们人跟着 小岛局长也同意 喂 我是小村 我找小岛局长 小岛局长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他们三个要是出了事 特高科都得自裁 站着干什么 快去找 好 你们是一个班 没管班啊 就一个班 一个班不困吗 鬼子在打我们 真得让有一个人 被鬼子困住了 大家在流血牺牲 我们那点算什么 好 曹先生 辛苦了 我辛苦什么呀 他们更辛苦 每天都这样 不容易 谢谢曹先生理解 这个设备陈就了点 一点没法完成 是啊老师 至少我们还差一个洗床 和一个暴床 好 这样吧 我回去呢替你们想想 谢谢曹先生 谢谢 不用谢 时间挺紧的 咱们抓紧干吧 已经关了我们一天了 你们还不放人 究竟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们太便宜了 嫌钱少 这样吧 每人两万怎么样 你们是哪一路的 韩山十八个一边高 怎么了 干嘛呀 下次 昨天还好吧 没事吧 没事 小张 赶快派人量一下距离 不用量 不低于两千万 不低于两千万 2050 很小 比较 指导者 又给你 我 什么 我 不得 我 你想 注意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很安全 谢谢 先生要买什么书吗 我们快收摊啊 我们这儿有好多书 您看看吧 司令 曹先生 请 司令员请 司令员请 请请请 好 赵郎 到九 是 咱们这儿平时不是见不着昏星吗 曹先生 是这样的 司令员啊 刚花高价 买了村子里最后一只鸡 太客气了 现在是抗战时期 等抗战结束后 我好好请你们 这顿饭呢 在天津 那是家常便饭 可在这儿 我知道它的分量 心灵了 司令员 刚才已经下达命令了 派我们的人上十几个村子去买鸡 无论价格多少都会买来 等灵埃来了 我们每星期吃一只 司令员 太谢谢了 曹先生 应该敬你的是我们 起立 敬礼 使不得 使不得 放下 放下 快放下 曹先生 咱们把这杯干了吧 好 干了 不行 我不能干 我是把握的 你看看我 太高兴了 忘了吗 司令啊 后会有计 后会有计 好 他们都在广场上吧 安全吗 放心吧 处长 只要鬼子一宣布杀人 你就引爆 千万记住 引爆之后 要把这玩意儿用手榴弹给炸了 想得真周到 还有 事成之后 你想着往法国桥左边撤 这一路上有咱们的人掩护你 我的车就在河边接应你 好 进去 进去 曹萨 曹萨 你没事吧 说我出的价格比你们低 他们就下手狠哪 那一生 那一出鞋 你出多少呀 三千 四舍五入 咱们三个人一共一万个钱 你们多少 你就神秘不舍财 不管多少钱哪 这些容易嘛 这账都是几万几万的 这不打劫吗这是 你那么抠的毛病 早晚害死你呀 人家就是打劫 来了两天恶不说 还挨了打 一万块钱哪 厂子发一约的工资了 还能买几件设备 这不是 这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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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别说了 这事我来办就好了 来人 来人哪 什么着 放我出去 顶王 Direct 什么地干 先走 着急 小姐 你有什么事 我是朝日新闻的记者夏子 我认识你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要打个电话 请 喂 喂 是内田司令官吗 我是夏子 这么快听出来了 我在于桥水库 武剑队长的办公室 我要借了万块钱 麻烦你让他借给我 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明天我还你钱就好了 司令官 师傅 是 是 是 夏子小姐 请跟我走 我等一下派人去送你 不用了 你把钱直接给我就好了 好吧 六万块钱一分不少 钱已经收了 我们可以走了吧 钱倒是一分不少 放他们走吧 曹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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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你叫他什么 曹嫂 你就是大汉奸曹花礼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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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看你不对劲打呗 你俩能走 他要留下 为什么呀 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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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钱已经收了 说话要算数 有道理 我们寒山十八个一边沟 还得在这一带混呢 不能让人戳了吉料 下次再见到 没这么便宜了 滚吧 报告 下次在阳村五间那里 寄了六万块钱 消息可靠 可靠 赶紧打听钱的去处 问过了 只知道借钱 不知道用途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抓紧查 是 火车山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叫先被司令部 赶紧加开机枪 枪毙三十四名市民的时候 如果有人捣乱 格杀无论 给惩放司令部打电话 从现在开始 到晚上八点 封锁天津市所有进出口 任何人不能出处 就会给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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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女儿犯病了 着急啊 送死都赶不上了 曹擦 你说什么 你不是开快等于送死吗 然后我 把这个给我带上 好 曹擦 先去山口料理吧 我请客 好啊 你们去吧 我 我还有急事 那好吧 我们等你 快 快点 是 快 快 快 记住 只要鬼子宣布杀人 你们就立刻引爆 明白 用别了 什么用别啊 待会儿见哪 对 待会儿见 见嘞 来 我怎么觉得曹擅怪怪的呢 就是 新衣 我先出去有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乖乖在这儿 那你快点回来 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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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аш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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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们 市民 市民 天津市民们 市民 市民 喊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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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完了吗 还是这个好事 市民们 八年来 天津一直都是 终日亲善之典范 但是 总有些不法分子 行为乖利 做出一些不利于 大东亚共荣的事情 为了维护 王道乐土之繁荣 臣洁天津市之民风 今天天津主吻军司令部 特令 对七大姑 三十四名手下 不法分子 宣布死刑 一级执行 喊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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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呌 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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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新官 准备 准备 我会守 班官 勇云 杜宋将军 您怎么来了 悲醒故事吧 特派员 随时听候您的指示 等等 天津市民们 日本政府一贯认为天津是和平的 八年来 天津也只是中日亲善的典范 使之不渝地维护王道乐土之繁荣 本人今天 就是秉承日本政府的指示精神 到这里来 特意宣布如下决定 逾己施发 三十四名天津市民 但是 今天 这些造成重大的流血事件 是因为一个叫齐大孤的 国际行为所引起的 他的道行逆施 就是要挑起 审美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上当 我的话讲完了 这些责务宣布 今天的宣判大会结束 走 走 展军请 大哥 大哥 咱们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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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事 你先去吧 我回去晚点啊 听见没有 哦 怎么样 那边工作完成了吗 心仪呢 在里说你的饭店 你快就把他接回家 不去根据地了 不去了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我看到中野了 没事没事 晚回再说 回再说 下次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小岛叔叔 你说曹桑他会来吗 你是认为曹桑会爽约吗 听你的意思是说 曹桑不是一个爽约的人 曹桑答应过的是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 他一定会做到 此话当真 当真 看来小岛叔叔对曹桑里 是欣赏有佳呀 这样说吧 一个人聪明到像曹桑里的地步 不管他是什么国家的人 都值得敬佩 那他要是反日呢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把项目做好 我都可以熟视无睹 那他要是七大姑呢 我说了嘛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把我的东西做好 我都可以暂时容忍 明白了 哪怕他是七大姑 哪怕他杀了日本人 我肯定 曹桑不是七大姑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我就这样觉得 小斗军 对不起 我说吧 来晚了 我去打了个电话 一会儿秦师就来 好 好 小斗军啊 好 一会儿好好唱啊 一会儿好好唱啊 好 好 我再把三杯 早就听说本土要派人来 没想到是阁下 杜松将军 我也感到奇怪啊 不知道是谁 钦点了我的名 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抓一个小小的七大姑 一会儿竟然惊动了杜松将军 杀极便用宰牛刀啊 这次抓起大姑 都在其次 主要是确保天气的稳定 保证小岛局长的计划 顺利其行 明白 还望那天司令大开方便之门 请放心 杜松将军 可以调动我管辖的 任何一支部队 把这也动 小岛君啊 你们本土来了个大人物啊 制止了一场 屠杀三十四个市民啊 真的 你怎么去广场了 我 我是去广场 广 广 我 堵 是 那个堵车 挂上堵车堵那儿了吧 是什么大人物啊 杜松 内务省特高克亚洲部副部长 这人来今 目的非同寻常 是冲七大姑来的 那也太抬举七大姑了 我估计也是冲着小岛来的 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这个人相当的厉害 他是破案专家 纵横特高克二十多年 没有他破不了的大案子 抓住七大姑这件事情 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今天要不是我阻止 曹花礼就要出头 他为什么要出头 因为他要救那三十四条人命 他也太把自己当跟聪了吧 是啊 如果七大姑出来自首 能不能救三十四条人命 当然了 你是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曹花礼 他就是七大姑 这可是我从事谍报工作以来 最具颠覆性的判断了 好 马姐 小祖都睡了 睡下了 都几点了 少也不在 这金梅也不在 这上哪儿去了 你说我这饭都热了 吃还是不吃 不嫌乱哪 这天你说出去干吗 火车站那边都都都都 枪毙人了 没事别往外跑 这子弹可不长眼睛 是 都没闲着 我说闲的 在家憋的 吧 气盖那是 事不离惜 对 醉不是 喜 去 嫂子 你怎么还没痊愈啊 工忙还了几天 这不能大意啊 我建议你去陆军医院 那里的外科比较好 多大的事啊 没关系 什么没事没事啊 你的手好不了 怎么帮我干活 我知道了 就怕我干不了活是吧 我耽误你的活了吗 你放心 你的活耽误不了 来来来 好 小岛叔叔 我倒是喜欢曹桑的手受点伤 夏子 你什么意思 手受伤了以后不就可以休息了吗 这样曹桑就有时间陪我聊天 陪我采访了 再说了 手受伤了就可以跟那些打打杀杀 扯不上关系喽 如果曹桑少了一个胳膊的话 你就不这样说了 只要曹桑不掉脑袋我都喜欢 报告将军 根据您所提供的线索 我们在广场挖出了五十公斤炸药 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日日屠杀了吧 如果那天屠杀继续进行 死的不光是三十四个中国人 还有你和你的全体士兵 将军 你怎么会知道有炸药 这就是经验 凡属于此类情况进行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踩点 防止搞破坏的人 将军 朕是明察秋毫 谢谢将军救命之恩 现场 天津市民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有准备 那天在会场上 很有可能引起一场火拼 一场大火拼 我们现在太需要天津的稳定了 可是七大姑 他不让我们稳定 你们放心 七大姑他活不过三天 三天 对 三天 零有不留八九的联合案 这是我们调查的 所有七大姑的安全 将军 此人就是七大姑 将军 您要不要再仔细看看 你们再干二十年 也会和我一样 就是用鼻子在卷宗上闻 也能闻处谁时罪犯了 将军 七大姑不是女的吗 七大姑只是杀人的障眼法 雕虫小技 咱们先抓七大姑 然后把车站摆摊的都抓起来 顺探莫话 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举歼灭 去吧 是 军业课程 也怀疑过曹华里就是七大姑 但是后来 被那天司令官否定了 经过您刚才的分析 我现在有些相信 曹华里就是七大姑 把对曹华里的一切监视 全部撤下来 给他赖阁方长线 调大鱼 安度陈仓 你 我说出现了 你 现在是一个人 有些人 我现在有些人 有些人 你会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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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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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帮助根据底搞到设备 他答应司令员的事情 一定有办法 周爷 你死期到了